伏轩 伏轩姑娘 你这几天真的是辛苦了 要不早点回去休息吧 刘掌柜 你也辛苦了 祝这次的新品大卖 谢谢 这如意楼也太无耻了些 竟当真抄我们的话 还抄得如此光明正 大 小侯爷 你们也是来看今天的新品的 吉掌柜 你刚刚这画是什么意思 傅姑娘 这四幅画是你画的 这四幅画 是我一笔一笔 关在家中勾勒出来的 你这画是什么意思 你抄袭凤来仪的推荐字画 连青花 水月 羽化 飞生这八个字都照抄补 还要我明说 我不明说 是想给你留一份博命 什么 你们凤来仪也有那 净花水月 羽化飞生 傅姑娘 从前我觉得你冷冰冰的 看着让人觉得不爽 现在看你惺惺作态 倒怀念起你以前 那冷冰冰的模样 罢了 不想成人就算了 慢着 你给我说清楚 我们两家的画都没有公开过 你告诉我 从何去抄 正好 你们这位碧玉公子 之前跟我们爆竹相撞 误拿了两幅画卷 说来也巧 这两幅画卷 正是你们说的那两幅 小侯爷 他这是血口喷人 碧玉确实见错过画卷 但从来就没有打开过 便 便给如意楼送了回去 是啊 小侯爷 我当真没有打开过 他们的画我瞧都没瞧过 那既然真是这样的话 那就找你们的画师 来跟我对质便是 我 小侯爷 我若真抄了 惜听尊便 咱俩 乔凯 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